何鸿燊从年少时带着十元钱 逃难澳门 到座拥千亿身家 经历过九死一生可谓传奇 台北之年 虽然叱咤伤海已是过去时 但依旧还有家人的爱左右相伴 妈妈在练习走路 她怕看不到我嫁出去 她说根呼四年 跟我走一段 你为了你爸你要赶紧嫁 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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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好 走得很好啊 这个是不是交给我啊 对啊 多谢你啊 好美啊 我和他 帮他 我想问他 你愿意嫁给这只傻狗吗 哈哈哈哈 你的子女 谁结婚前 我 你说呢 我最想 这个结婚 没有结婚 没有结婚 看着阿高啊 我拧着面 立刻看着阿高啊 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 要逗他 因为如果不行的话 他就可以逗他 所以就是走那个 然后你那一段 我就问我 结婚要结婚怎么办 你都不准备一下 那你怎么走 他就愿意走 把你很认真的准备 何超营是梁安琪的家中长女 今年28岁 大学时专修艺术 之后创办了自己的文化公司 并在澳门的拍卖公司 兼任CEO 梁安琪的女儿 何超新 今年19岁 也是何工生最小的女儿 节目录制期间 她正在英国的学校读高中 在英国的学校读高中